是英雄的人民几个大字 这是今天灯光秀的主题 众志成城 共克时间 新手相牵 共一个个平凡的人挺身而出 永世逆行 彼时彼刻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武汉 武汉市经过十多个昼夜的奋战 两山医院先后交付使用 未竖起 这艘有着上世纪风格的蒸汽轮船 是武汉的知音号的同胞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我们看到楼宇上出现了军人和医护人员的身影 疫情发生以来 全国各地派出还有一群人 也从未停下忙碌的脚步 他们是社区工作支援的省 市 自治区 都一一出现在这场灯光秀里 零点十分 武汉的地标黄鹤楼也被点亮 我们看到它正在守 这座大桥安静了很久 如今它重新开始恢复生机 76天的封城 900万人的隔离 这座饱受创伤的城是一具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人们 让我们继续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等待最后回来的 那些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 都铭刻在武汉厚重的记忆里 此时此刻 看着大江大河的武汉 我们想由衷地说 时针指向4月8号零时 长江之盼 武汉江汉关钟声响起 雄黄而悠长 武汉市各高速甲点 统一撤除 长江汉江二十多公里 江滩俱平 灯光璀璨 色彩绚烂 一场流光溢彩的灯光秀上演 点亮武汉三镇的夜空 这座英雄的城市 上千万英雄的人民 万家灯火 难以入眠 今天零点 武汉江汉关大中冥想 武汉市各高速甲点统一撤除 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管控卡口 是离汉通道75个重要卡点之一 是南下复工复产人员外出的重要陆路通道 零点 现场最后的封控设施被撤除 12个收费站扎道全部打开 与此同时 恢复常态检查 恢复原有交通标志 留足背紧警力 防止拥堵 确保进出城道口的安全通场 今天凌晨解除离汉离厄通道管控后 在武汉市流量最大的省计高速之一 武厄高速的公家领收费站 出城车辆有序通行